HELLO 歡迎你來 Honey G Honey G Honey是高屬的驕傲 除了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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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一些外送給你 他是今年那個地方的第二名 掌聲歡迎 Honey G Honey G 台北 這要說到就是 其實我應該算是 因為我一直都不覺得 踏入或不踏入的問題 是有個人 有啟發過我這件事情 那啟發我的那個人 主要是 因為大家都 大家應該不知道我之前 其實是跳街舞這個 Wagging還有Vogging 開始的一個 Drag Queen 那 就是在有一年的 比賽當中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個 從泰國來的 皇后 然後她叫Pangina Hills 那她其實本身也是在跳 Wagging這個舞風的老師 然後那時候 我就看到她的現場表演 我說 哇 幹 也太好看了吧 而且超有生命力 她把 Wagging加上那個表演的感覺 還有情感全部都 弄得超好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直接跟我老師 想說 老師我要做這個 然後我 他媽想都沒有想說 欸這好像很花錢 為什麼 我就想說我要做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的接觸 然後 我開始去研究這東西 在Youtube上面找一些素材 然後 剛好那時候 也認識了馬力安 然後 就開始 一起一起 研究這些東西 怎麼覆面貓 然後表演這部分 然後就開始我的變裝之路 這樣子 那我已經是聖塔 那我兩個人 坐在帳篷裡面 好冷 又好冷 什麼FarCase 就這樣 多冷 你也知道嗎 我大概第一天晚上都差不多 你也已經心濕了 我也一樣 從這個舞者 對啊 可惜他都比你 那樣 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不要困在辛苦夜裡 可能有一天 我都 哈尼要出來了 哈尼 你要出來了嗎 哈尼 等一下再出來 嗯 其實困難的點 大家其實 因為大家都只看現場的表演嘛 那其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皇后在做一首慢歌的同時 表演慢歌 其實是比表演快歌還要難上很多倍的 因為你要想 時間 空間 還有他呼吸 還有他節奏的快慢 其實都差了很多 那你要在怎麼 慢歌的情況下 把那些情感 全部都加到那些慢慢的拍子裡面 因為 就像一首歌一樣 他不可能 一直都是一直唱嘛 像快歌可能他會一直唱 然後鼻子會一直這樣進 但是慢歌 他一定會有一些 等待的空間 或是安靜的空間 那你那些空間 你要怎麼用你的情感去填補 對 然後 其實我覺得 那時候在表演慢歌的時候 然後我跟我的家人們 變狀家人還有很多的老師 表演的老師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 其實最快的方式 也是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把你真的遭遇過的經驗套進去 你就是那個女主角 我們先不要撇除說 這個 你像不像這個歌手唱的 唱的感覺 但是 你先要有那一個情境的事情發生了 然後 大家才會感覺到你要的 你想傳達那個感覺 這也是我覺得做慢歌 會最容易感到到別的地方 也是我很喜歡慢歌的原因 對 還沒有啦還沒等 我一直很著自信 我一直怕說出口 站在身邊是忽然感覺好害羞 美丽的女孩 你身上那个刺刑什么意思 这个是在18岁的时候刺的 这个是19还是20的时候刺的 然后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大方的承认自己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于说 我其实是 因为我到现在都还单身嘛 我没有交过男朋友 情况下 其实就是因为一直碰到这些事情 我一直会起疑说 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 那我做了这件事情 我就一定有得必有失嘛 那我失了这部分 我现在又很想要这个部分 就是我很想要爱情 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遇到 因为就是太多外在因素 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去抗拒 但是做变装这件事是我的兴趣 也是我觉得我可以带给别人大家快乐的一些东西 对啊 当你觉得你在做有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可是现实世界却不能容许的存在 因为有这些条件存在 你不能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有点痛苦 所以我那时候才一直在抽属在这个方面里面 加上 我那时候又对自己 其实我对自己没有是很有自信的情况下 你看起来很有自信哦 哈那是表面 这个我也是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 你要自己先乐观 你不要永远都在负面 因为你负面 没有人帮得了你 你要乐观一点 而且事情不要只看一个角度好不好 Girl 就像即便你今天挫败了 你往另外一个方面看 你至少要获得东西 或是你有得到一些 你原本 预计 可能在这个活动 或是在这个东西里面找 你得不到的东西 但是它出现了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换个角度想 事情会变很多 对 嗯 所以我才会变得还蛮乐观的 不然我原本也都很负面 想说干你啊 人家都有机会 啊我怎么没机会干 呵呵 但是你其实 换个角度想之后 你会觉得 诶 我好像在这个途中 我好像可以 又获得到些什么 嗯 对对对 就提醒大家 不论怎么样 观观难过 还是有观观过的道理啦 没有观观都没有过得到你了 就是除非你真的把自己受限了 或是你自己已经 觉得哦 我人生就是一定这样的话 那我跟你讲 你真的没救 很简单来讲 就真的没救 因为你要自己先帮你自己一把 你不能 就像老师要教一个学生好了 啊那个学生就一直自甘堕落 自甘堕落 啊我不行我很笨 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 我只会写啵啵啵啵 啊老师已经很努力要救你了 啊你却不为所动 那老师要救你干嘛 时间久了大家都会疲惫啦 其实 嗯 对啊 所以我刚才才为什么 就会跟你讲到就是 说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 你要自己先 跨出那一步之后 我们再说 我们讲再多都没有用 要先去做 做了才知道 不然我也不会想要上来台北 因为我不知道我上来台北会怎么样 所以我想做做看 应该基于一部分是我好奇心很强啦 嗯 然后好生心也强 我也想要试试看很多事情 不论他是好是坏 或是会让我很不舒服 或是 会怎么样 我都想试试看 因为我没有去试 我不会知道结果 再加上 你错过了 考报就错过了 嗯 所以我不想让任何一个机会错失 嗯 对啊 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只是大家都很容易觉得 这是一件很 理所当然很轻松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 不这么看重 啊我的睫毛 这是皇后的生命耶 皇后的生命 睫毛 No睫毛 No life 我的睫毛 这样呢 我的睫毛 好像在这里 我平常工作的包包里 不要问为什么我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 我刚才是任何人 所以我们一起了 zzzz 我 satню 在九和三个《张张》 只会拗生 剪手举起 Jean 曾被冲 歐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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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gt 真的是 所以你會選擇一半 一半男裝一半女裝 就是看心情 什麼意思 等於是今天比較想要穿男裝或比較女裝 還是變裝紅後就是一個舞台上的東西 對我來說變裝紅後就是我另外一個身份 他不會跟我男生混在一起 當然有時候我會崇尚就是比如說 還是會想要做指甲或幹嘛幹嘛之類的 但是我必須得說台灣的同志圈並不是這麼的開放 我們都喜歡肌肉陽光型的 但是一定有比較陰柔或是 會喜歡比較女性化的東西的人存在 那也不必要去排斥或是 不想要去選擇 就 大家吃視覺動物能了解 只是 當你是視覺動物的條件下 你還是記得要去包容很多個體的存在 因為太多 遇到太多了 因為 有些人會覺得說我在做變裝 然後就不會想要跟我聊天 然後就不會想要跟我聊天 就是以我男裝的身份去講的時候 就是我是做變裝的 我會做變裝喔 他們就會說 那我們就先這樣就好 對吧 我會覺得說 這兩個東西是兩個事情 我不是變裝一直在生存 生活的人 應該說生活的人 那你把混 即便是生活在一起的人 你既然喜歡這個人 你應該會喜歡他所有吧 你不可能只喜歡他那個樣子 那你就去找一個 你是喜歡那個樣子的人就好 但是 就因為 台灣比較 還是屬於一個比較 不能接受的狀況 即便大家 素顏之後 還是好看的情況下 大家還是不會去選擇 因為你就在做變裝這件事 但 做變裝不是錯吧 你看表演看得很爽啊 那你怎麼不覺得我們在做錯事 然後感情上面就覺得我們做錯了 什麼意思 對啊 蠻妙的 真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真的是 身為頭上的人 真的是 犯過 那你覺得 Honey G的這個個性是什麼 你賦予這個 這樣的你的面相是什麼 其實他就是男生最喜歡的類型啦 古靈精怪 然後要漂亮要漂亮 身材又好 因為其實我說古靈精怪的點是在於說 因為我在表演的時候 很常會突然出現一些很醜的表情 那那是我喜歡的表演方式 我不喜歡 整場下來我都很漂亮 我就是在這樣 我很美 我很美 我很美我知道 但是我要其他個性 就是我的樣子 就是比較古靈精怪的 男生比較喜歡啊 沒有啦 就是大概是這樣 因為Honey G就是 對我來講 它是我另外一個身分 就是比較 敢大聲說話的一個 女生形象 因為我其實在男生的情況的時候 我對於很多 陌生的事情的時候 我是不會想要 太多的去講話 就是比如說我跟這個人不熟 我就會直接 在旁邊默默的 安靜 我不會想要 講任何話 因為我很怕被人家講說 欸你在裝熟耶 之類的 對啊 那女裝的話我就敢 因為 我很辣 我很怕我辣 古靈精怪 我覺得 我很漂亮 嗯 美 好啦 其實差不多了啦 但它真的很貴 真的是真的蠻貴的 對 那我們套多少錢 20萬 喔 牙齒真的很貴 欸影視美是現在目前最貴的牙套 影視美是 欸跟大家科普一下 影視美是一個牌子 不是牙套叫影視美 牌子 牌子 大家牌子 從美國 欸 其實我去年才剛從大學畢業 然後 我一直以來從小到大 到大學 我都一直待在高雄 然後其實高雄就算是我的舒適圈吧 然後 我也想要跳脫這個舒適圈 我想挑戰自己看看 包括我的變裝媽媽 Yolanda也是這樣跟我講 她希望我可以來台北 那因為畢竟台北比較多機會 然後也可以讓比較多人看到我 畢竟 高雄還是算是 就是資源比較小小的 比較慢一點 可能資訊比較慢一點 那 我在那邊也是一開始很努力的在做變裝這件事情 那我想要 講簡單來就是想要更有企圖心 然後想要上來 就是挑戰一下自己 對啊 那就是什麼事情都靠自己試試看 自己賺錢 租房子 自己賺錢 然後搭理所有生活的一切 試試看 然後平平看 那不論事情怎麼樣 因為我個人就是 好奇 好奇 然後好生心也很強 然後我不去做 我就不會知道我未來會怎麼樣 所以我想去做做看 嗯 我發現像你們進出幾乎都做計程車嘛 嗯 或者是你們要買很多的 就是衣服啊 夾港 對啊 其實很花錢耶 嗯 很花錢 但我們要花在刀口上 就像比如說今天表演的地方離家比較近 我就會選擇用走路的 但是 因為我今天在高雄就有被打過啦 但是是男裝的時候 但是所以就是有點小硬力 是真的被打 不要懷疑 被打到我當天 昨天還有點以為會卡不到 因為真的是烏烏的狀態 所以就是會有點小硬力 但是 就是 省錢嘛 省錢 可是你是男裝他打你 為什麼 沒有啦 他只是針對你的 就是Jack的問題 他只是針對你這個人走在路上這樣而已 對因為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我的生命路 旅程很特別的原因就在於說 我遇到了好多好多 你這輩子都可能想不到的事情 我都遇到了 我就覺得 哇 因為那一天可能 就可能是 因為對方可能就是比較無業有名類型的 然後他們就是在掉下場面 因為高雄人很喜歡 就是 越Local的地方其實蠻多 就是 投避式的那種卡拉OK其實蠻辣的 就是 都會去那邊聚聚這樣子 那 其實那時候就是陰陽 就是 那個感覺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欸 就可能 人家來戲弄我們吧 然後我們就是 也是打哈哈然後就離開 但是你們是同學嗎 同學 但沒想到就是 他們就是直接就抱走類型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不打女生 然後只K男生這樣子 然後剛好現場就只剩下我一個男同性戀家 另外一個 異性戀男生這樣子 那異性戀男生也被打得很慘啦 啊我就是也被打得很慘啦 然後反正那一天就是一個蠻難忘的一天 就是現在只要遇到一些比較抬抬的 我都會想說 這個離遠一點好了 我不想再就是惹上事情有點累 好 好最後一題齁 就是你之前有參加Megadiva 第二季 那那個 那個月的比賽呢 你其實有提到說你想要退賽 為什麼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其實那時候會想要退賽的原因 其實 因為其實說坦白一點 我對於我做 我做第二集的小微 大家不懂 其實我後來覺得大家不懂 當然一部分有一點點就是想說 欸真的大家都不懂耶 有點心嚇到 但後來就覺得 就是那個打擊心還是會 因為我還是有花很多時間去構思這個東西 那 因為真的 我也是第一次在做平面拍攝 而且在短短的幾分鐘內就要完成這段期間下來 我真的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 當然每一次給自己的期待還有壓力都很大 我也不希望讓我的家人們覺得不好或是丟臉之類 所以我想要做到最好 所以難免第二集的情緒待到第三集 因為第三集我想說不行我要跳bogging了 那說不是我有錯了 哈哈 我也被我的很多老師們說 不行啊 你要就是有異心念 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就好啦 弄那麼難幹嘛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 我也不後悔我做這個決定 因為其實 其實那時候跟Kimi弄完之後 其實整個合作很愉快 而且我跟那個 我們合作那個工蜜翔 也是很開心的就完成了這一切 那那時候真的想退賽就是企劃原因 後來想想也是覺得自己滿白痴的 但當下情緒真的有比較大 就是我所有表情都寫在臉上就是 真的是 經驗要再更多餒 對啊 但想退賽 一定會有一個惡魔的聲音在跟你講這句話 但是我永遠永遠都會有樂觀的那一面會提醒我 你記得要往另外一個角度看 你從這裡面學到了什麼 你不要只會一直往負面的情緒 去走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 我做這個人 我做人 其實一直都鼓勵大家 要珍惜現在 因為你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嘛 那 你一直負面 一直負面的話 你日子還是一天一天這樣過 你心情不好 你為什麼 不往好一點的方向想 樂觀一點 日子會不一樣 然後 會發生更多有趣的事情 而且你會發現更多 你生活中 微無其微的事情 即便是一點點小小的事情 也可以讓你開心一整天 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樂觀一點 就是 如果只有負面能量來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壓抑自己的話 出去喝一杯 或是找朋友聊聊 或是去看看海 看看天空 你可以發現 其實好像就是這麼的寬 你為什麼要一直局限在那個小小的窄窄的路上面 有那麼寬讓你走 你他媽只要走這個 先走 反正就大概是這樣咧 對 對 對 而且你知道外國人噴都是這樣 直接這樣 對 對 對 他以為他在做愛 真的 然後 其實 Fix Flores沒有到很貴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價位 但他們都噴得像水一樣 真的很貴 他們賺很多 我覺得他們很棒 他們很厲害 但是我沒有辦法好不好 我們還是接聲音 小資女啦 不好意思大家 還是大家先 Done Done給我就可以了 來Done Done Done 大家要看點 這樣會變黃標 Holy Face 大家Done我 我就給你看點 要點也可以喔 不行 沒有啦 公開真有囉 好好笑 好笑